一次美好的露營體驗 昨天晚上9點多鐘睡 睡到今天早上7點多起 睡得很舒服 早上吃什麼呀 吃瓷疤好不好 吃瓷疤吧 吃了10天麵了 吃瓷疤啊 起床起床 快起床 起床 我去煮瓷疤去 好 粥和瓷疤 奇怪了 快點起床啊 雖然旁邊的水看著很大很乾淨 但還是不放心 我們還是用的自己帶的礦泉水洗漱的 先把粥煮上 你看我的瓷疤煎得多好 爆口了 它慢慢的還會從這裡爆 小火慢煎 淋點紅糖 再來一點黃豆粉 所有好吃的冰哥先吃 等下放多去 是吧 太甜了啊 外酥淋落的 看一下我們今天的早餐 吃八 白粥 還有紫薑和臘魚 還比較豐盛啊 有葡萄有素 有葡萄有素 我吃你們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去这边找个酒店住一下 这两边的房子建的好统一 门楼都是一样的 这已经到这个镇上了 他好像没有住宿的地方 我们在镇上找了一圈 竟然没有招待所 别说酒店了招待所都没有 我们现在在网上找了一家 离这里大概两点几公里 现在去看一下怎么样 这是在丹霞大道上的一间民宿 对啊今天又奢侈了一把 我们住的是个算是一个别墅区的酒店 民宿 看看我们今天的酒店怎么样啊 房间还算是比较大的啊 这是一楼 最主要的是他带了一个浴缸 可以泡温泉的 洗手间在这里 还可以 竟然是智能马桶 不错 280也不算太贵 吃中午饭了 我感觉冰哥是为难人家厨师 在牛肉面馆要吃香菜 这是回锅肉 还点了一个油麦菜 你说这是哪个厨师炒的 川菜还是香菜 因为他炒青菜竟然放辣椒的 还有一个小炒黄牛肉 但这个牛肉好大块啊 刚刚那个工作人员告诉我 他说这里的桃子呀 西红柿呀随便摘 桃子明显没有了 西红柿很多 这么大一个呀 好 这里还有这么多小番茄 我也摘了一点 当水果吃 这睡的好的酒店了 茶壶都舍得拿出来用了 他都有死干的 不干死干了 可以悠摘一点了 午休一下吧 上床等我 走了 出发七彩丹霞 这山是突然立在眼前的 没有 对 什么时候长出来的 没发现啊 突然之间就立在眼前了 这个停车上 怎么停了这么多房车 全票92 盘了门票54 车票38 保险一块 期待与他的见面 希望不会让我失望 我们现在先去坐百度车 你说这些颜色怎么形成的呀 像画上去的一样 哇这样看过去还是蛮好看的 我们到了第一个景点 叫什么 仙元台 打个卡 我们爬到高处来看一下 颜色虽然没有图片中那么鲜艳 但现实中还是很震撼的 现在是下午 有逆光 然后看不到它更美的景观 我们来这里呢 最好是下午来一次 早上来一次 早上那个霞光榜打过来是最漂亮的 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江山 七彩云海 确实漂亮 虽然颜色不鲜明 但是规模大 很震撼 这是第三个景点 锦绣台 哇好看了啊 8块钱的冰红茶 有点贵啊 刚刚了解了一下 这里就是为大名鼎鼎的三腔派案惊奇而建的 现在已经废弃了 可惜不能进去看一下 看到这个房子的第一反应就是想到张韩宇 拿个枪在上面唱戏 这是第四个景点 七彩虹峡台 这里可以近距离的欣赏一下 他们说这里是压轴的景点 大家看一下 精彩在最后绽放 哇还有花香山 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找个好吃的跟开盲盒一样 今天就吃个肯德基吧 标准化的东西还是让人放心一点 刚刚看了一下它品种太少了 什么老北京什么的都没有 汉堡也只有三个 所以我们去吃别的吧 我们总共游完了三个小时 停车费10块钱 现在又要去找吃的了天黑了 这里天黑的是不是也早一点 越来越早点 是这样子 我等的了 哦哦哦 这是来了一个川菜馆 两菜一汤 还有一个汤没上来 49块9的套餐 小炒肉 酸辣土豆丝 冰哥这个味呢 反正就是要吃米饭和炒菜的 这是青菜豆腐汤